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橋 我是鮑勃 我是維恩 我們今天來到東京新地標 要來開箱歌舞祭丁塔 東極歌舞祭丁Tower開幕於2023年4月14日 從大家熟悉的歌舞祭丁一番街走進去 到底左手邊就是啦 是一棟高48層樓的新宿最新商業設施 一樓迎面而來就是裝潢非常漂亮的星巴哥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從一樓的手扶梯 那上去按照樓層看看有什麼吧 我們一上手扶梯之後 看到的就是歌舞祭丁橫丁 二樓的歌舞祭橫丁 有10家以日本各地為主題的餐廳 從北海道、東北一路到沖繩都有 這裡的裝潢氛圍給人一種酒吧夜店感 很符合歌舞祭丁這個不夜城的區域 我們去的時候是5月初 開幕還不到一個月 雖然是下午卻有滿滿來常鮮的人潮 這裡感覺很適合晚上跟朋友來喝酒吃飯 下次去再幫各位開箱餐廳好不好吃 不過這棟建築樓面積不大 可能五分鐘就逛完了 接下來我們上三樓看看 三樓是南夢宮的遊樂場 有扭蛋、夾娃娃機、VR等等的設備 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心得就是 這邊的夾娃娃機很好夾 平常沒帶夾娃娃的我們 分別是兩次跟一次就夾中 當然我們還是有很多沒夾到 但至少這裡是公正的夾子 大家可以來玩玩 這裡也有常見的遊戲機台 這裡也可以抽一番賞 剛剛看到這邊的廣告有寫說 這邊可以買了酒 然後一邊喝酒一邊去玩剛剛的那些遊戲 這邊還有VR遊戲區 好我們又上了一層樓啦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還蠻酷的 它是那種有點像 如果你有玩過密室逃脫的話 它是有點結合虛擬 然後跟實境的攻略的設施 那目前我們看到的主題是刀劍神域 好就可以像這樣 有點類似密室脫逃 然後又結合一點AR的感覺 那五樓就是健身房 所以大家自己也不用特別上來啦 那這個六樓以上就比較適合 它應該就比較適合 private型的服務 像六樓是theater 然後九到十樓是比較貴一點的 109 cinema 然後17樓應該就是hotel的 the dining room 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沒有特別要住這邊的話 其實不太需要使用這個六樓以上的區域 以上就是carpity show carpity show carpity show 那如果大家想嘗鮮的話 可以來看看 但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到 很多特別的東西啦 好 我是包吼 我是包吼 謝謝 掰掰 掰掰